Hello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墨河的北极星广场 那我身后的这个建筑就是墨河的标志性建筑了 这个建筑名为腾飞,它是一个北字 一面是天鹅,一面是金姬 也是寓意着墨河是天鹅之首,金姬之冠的一个城市 在这个最上面有一个四角形的北极星 这个北极星也是寓意为墨河是祖国北锤的一颗璀璨的明星 在这个北极星的广场上能看到底下整个墨河的一个城市 墨河这么看起来是不大的,但是我飞航拍的时候真的是蛮大的 从这我能一眼看到墨河的另一端了 这条街道也是墨河的中心街道了 看它们两边的建筑风格是不一样的 左边这个就是黄色的小楼 是很普通的北方的那种小楼的一个风格 在右边就是有点类似于俄罗斯欧式建筑的风格 在墨河它是没有高楼大厦的 全都是这种矮楼 最高也是七层的小楼 今天就逛一逛我们祖国最北边的城市墨河 我们俩也不开车了 就在这个街头走一走 感受一下墨河的人文气息 这边这些黄色的小楼 它是一个小区 是四层楼的 上面三层是住宿的 底下一层是底商 那这边这些欧式的建筑也不知道是小区用来居住的 还是用来商业的 它这个都是在关门的 上面也都是没有人的 不知道是不是新开发的 还没有售卖出去 还是因为什么 就自从来到大兴安岭 这边的街道真的是太好了 又干净 然后又宽敞 就停车的地方真的是太多太多了 今天这个天是格外的好 我们俩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看到白云了 今天终于看到了 看这个天多蓝 前面的这个建筑也是这种欧式的建筑 这种建筑看起来真的是很大气又很漂亮 但是在墨河之后发现了 是这种建筑的大多数都是用来办公的 用来商业的 它不是用来住宅的 住宅还是我们刚才看到这种 很普通的这种小楼的 然后在这条街的左侧 就是这一侧主要是居住的 在这个右侧这边是属于商业的一个部分 前面这就是墨河县北锤的农贸市场 这边是什么瓜果熟食什么的 各种东西全都在这可以买的 我们就上这个商业街这边逛一逛来 这条街两边都是吃饭的地方 像这边几乎都是住宿的了 它一楼就是吃饭 二楼用来住宿的 再街的对面 这是中俄国际商品城 我们还不知道里面开不开 现在过去逛一逛 中俄国际商贸城 看这个门 这两个小尖尖 显得真的是挺大气的 进来之后 看这个顶上 也是这种尖尖的这种结构的 虽然说这里叫中俄商贸城 但是底下这些底商商铺 卖的都是这种批发饰品 没有俄罗斯进口的这些东西 在梦海这边卖最多的就是这种蓝莓 因为这边是蓝莓之香 这是什么呀 红豆 对 但是他说的红豆不是咱们包粥的那个红豆 类似于车里子的一种果干 对 这边也是红豆之香 我跟人家说这个红豆可以用来包粥吗 人家都笑了 这边还有各种的蘑菇 那还有灵芝 毛尖蘑 这边这是炒蘑 这边还有大榛子 松子 哇 真的是靠山吃山 所以这个才是最好吃的 对 炒蘑的炖小尖 炒蘑的炖小尖是味最正的 哦 这边山上就直接卖 就是我们山菜 嗯 多钱 对吧 嗯 增加 增加炒蘑多钱 哪个 85 85 这个 这个 1109 哦 哦 进来之后呢 这里边是一个商场 都是卖衣服什么的 这边居然我看到了大棉裤 我这辈子只穿过一次 嗯 在我小时候 哇 这个棉裤真的是太厚了 比你们家那边来厚 比我们家那边厚 现在没有穿这么厚的了 下井穿的 都一二年 哦 下井穿的呀 嗯 从里边出来啊 就是这个商场的大门了 这呢 也算是商业街吧 增加的商业街 最繁化的一个地段了 其实在增加的市区啊 能玩的地方真的是很少的 好玩的呢 都是在周边 也就这一块呢 算是比较繁华的一个地段 可以来这逛一逛啊什么的 而且呢 我来到这 感觉这边的人真的是太好了 尤其是在这个商场底下 就是这些卖山货的这些叔叔阿姨们 人真的是太好了 就跟他们聊天 就感觉特别特别的亲切 就是没有那种距离感的 哈喽 大家好 我现在是在加哥大棋 今天是9月20日 自从昨天进了大西安岭之后啊 这个气温真的是骤降 昨天晚上最低的温度是1度 我们俩半夜睡觉被冻醒了 最开始只盖了一个睡袋 后来呢 我们俩又一人盖了一个睡袋 还有被子 才算好一点 但是现在这个太阳出来之后啊 这个温度呢 还是比较适宜的 我穿这一个卫衣呢 也不会太冷 昨天露营的地方也是挺好的 前面这呢 有一条小河 这个风景还是不错的 这呢是一个免费的停车场 昨天晚上就我们一辆车在这停着 这边还有一个公共的卫生间 但是这个卫生间呢 是晚上就关门了 现在又已经11点了 哎呀 我们俩这个早起的毛病 真的是改不掉了 今天早起了 早起了吗 早起了呀 半个小时 现在去加个大棋去逛一逛 然后呢 再继续往北上去磨合 我现在到北山公园了 一会还得从这爬山爬到山顶上 从山顶啊 就能看到整个加个大棋地区了 北方现在已经真正的进入到秋天了 看这个树上的叶子都是枯黄了 落了有一多半了 估计再过几天呢 这个树上的叶子都已经落完了 在这呢 就能看到加个大棋的全貌了 加个大棋呢 是大兴安岭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它隶属于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 但是呢 它的地理位置呢 是在内蒙古自治区 呼伦贝尔是厄伦春自治区的境内 加个大棋呢 也是素有林海明珠之称的 这呢是铁道兵纪念碑了 前面这个雕像啊 是驯鹿 也是厄门客族的象征 然后后边这个高大的建筑呢 它是两根被放大的钢轨 中间呢 是一个铁道兵的兵灰 像个巨型解不开的结 把两根钢轨呢 紧紧的连接在一起 这个呢 也是北山公园标志性的一个建筑了 那我和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铁道兵纪念碑吧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呢 在1955年和1958年 两次呢 要开发大兴岸岭 但是由于当时的天气啊 极度的严寒 根本站不住脚 都没有成功 直到1964年呢 才进行第三次开发 当时是铁道兵3690 总共8万官兵会战大兴岸岭 他们爬兵卧血 风餐露宿 克服了难以想象的艰难 在极度严寒和困苦的条件下 铁道兵战时 用鲜血和生命的代价呢 总共修建了铁路 792公里 桥梁124座 隧道呢 是14座 但是就在修建的同时啊 总共牺牲了300多位战士 也就是平均每修建两公里 就牺牲了一位战士 所以说呢 铁道兵是当之无愧的 大兴岸岭开发的功臣 为了铭记他们光辉的业绩 缅怀英勇 现身的劣势呢 所以在此设立死碑 也希望呢 我们能铭记历史 铭记先辈们 为我们做出的贡献 没有他们当时的付出呢 就没有我们现在美好的生活 刚从北上国家下来 爬了一身汗 这边真的是 早晚温差太大了 晚上特别冷 白天呢又特别热 就和西藏那边似的 光线特别特别的足 然后呢 今天也想飞个无人机 拍一下加戈达奇的风景什么的 但是这边整个加戈达奇地区 全部处于禁飞状态 有可能也是 因为这个边离机场比较近吧 所以说不让飞 所以说我的初衷呢 就没有达到 那我们今天呢 也不在加戈达奇待了 今天继续出发 往墨河的方向走 赶紧把冷的地儿赶紧走吧 对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暖 活到地方了 再见